今天继续给大家安理这部日本最新的疾恐剧 出日子快谈 本期共三个敬送小故事 故事一 陌生的朋友 一起吃饭的朋友就是阿飘 当天星子与闺蜜们一起喝下午茶 其中的一个闺蜜就开始炫绕着 他男人给他买了两个电戒指 但这样的炫绕方式实在让人不爽 于是星子就听到另一个塑料闺蜜表示 他很是不喜欢这些东西 那感觉就像是自己被一枚戒指给束缚住了 感觉好像被诅咒了 人家要说结婚了 他说这只祖宙 看样子闺蜜俩字 已经名存失望了 居然聊到了男人 那组子上一个叫美美的女人便问星子 他和本腾还好吗 这个问题问着后不仅星子惊讶 就连其他的两个闺蜜也很是惊讶 星子搞对象了 他们竟然不知道 于是两人酸酸的表示 就是美美先知道的 星子什么事都会跟美美说 之后在举人吃蛋糕的时候 星子坐在一旁偷偷的翻着手机通讯录 在美美称要上洗手间后 他更是问出了心中憋出了很久的疑惑 素料闺蜜们很是震惊 他们表示那可是美美呀 星子高中时最好的朋友 你说你不认识是啥意思呢 他们建议星子再查一遍通讯录 更何况星子都把本腾的事与人家讲了 你还说不认识人家 不说这个还好 一说星子更是疑惑了 有关他和本腾的事 他对谁都没有讲过 包括他妈 但这个叫美美的女人是怎么知道的呢 聊到这时美美回来了 星子不允许闺蜜也把他刚问的说出去 但不说出去这能叫塑料闺蜜吗 还是为了避免尴尬 星子也准备去个洗手间 他在洗手间名思苦想翻来了手机 也没能想到这个叫美美的是谁 他不清楚美美为什么要接近他 为什么闺蜜们好像和他都很熟 为什么就自己不认识记不起 他到底想干什么 真是怕什么遇什么 出去的时候 星子就和美美走碰头了 美美很是热情的商量打招呼 并表示自己今天还特意为星子准备了礼物呢 说着他牵着星子的手 并从包中取出了枚戒身 给他戴上 并对星子表示要做一辈子的好闺蜜 星子听后经鬼迷心跳的点了点头 为什么要点头啊 在美美走开后 星子想到了闺蜜们的话 在星子准备回座时 一个闺蜜突然拉肚子 另一个闺蜜要给相好打电话 此刻桌子上就剩他与笑容可举的美美了 而美美突然就向星子问道 你不认识我了吗 就尴尬又害怕的星子连忙表示 认识认识啊 怎么会不认识呢 不曾想美美根本就不吊他 直接称 让星子替他保守一个秘密 接着他朝了星子走了过来 敷在他耳边 对他轻声说道 星子已经碰倒了水杯 使得水撒在了美美的手套上 在其水面上前给予擦拭的时候 星子惊恐的看到了美美摘下了手套 露出那曾被严重勺伤的手 但那手抓到星子手腕的瞬间 触感冰凉 这不像是一个活人的手 再看到美美的愈发诡异的笑容 星子一惊推倒了他 不过刚走到门口 他便被扮了个梗头 包里的物品撒了满地 闺蜜两人间 次赶忙跑了过来 惊恐的星子连忙说道美美 但是闺蜜们搞不懂 他在说些什么 这里一直不就他们三个人吗 星子听到这 他回头看了他们刚坐的餐桌 坐子上确实只有三道餐具 那么自己刚刚的所见 都是幻觉吗 闺蜜两人见到星子这回样子 感到很是害怕 他们搞不懂星子是怎么了 但也不想多问 也不想多做听力 于是他们有些莫名其妙的离开 塑料闺蜜石齿啊 在他们走后 星子从口袋中掏出了那枚戒指 这枚戒指告诉他 他刚刚的经历并不是梦 故事到此结束 这到底是个啥呀 片尾我们再一起分析 故事二 遗留的愿望 在一个阴雨天 小美独自坐在教室画着画 因为文化节快要到了 他的加班加点的 把这些画给制作出来 再到另一位同学到来后 他则把自己画完呢 交给其让其裁件出来 这不由的让男同学发起来牢骚 要不是上任文化委员突然生病 他真是很不愿做这个文化委员 说起上任文化委员腾雄 他现在正在住院呢 因为他性格孤僻 他也没什么朋友 所以在他住院了 也没有人把他的物品给他送过去 男同学在翻阅腾雄笔记的时候 他突然一惊 不过不想引起小美的注意 还有赶忙装的入屋骑士的 将本和上 之后又忙了一会儿 两人把该准备的都准备的差不多了 就合计把这些东西收到学校仓库 可是来到走廊这里 他们略感良意 走到楼梯口时 又好像看到了一个人 当小美感觉不对再反回事 那人是肯定不会在那等他了 来到仓库前 仓库确实锁着 但之前的老师跟他们说过 这里没有上诉 无奈的男同学只有上楼去奥师 好腿的事 他带好 而在小美独留这里时 他的身后 有个人影慢慢的飘进了仓库中 小美感觉到了他的存在 他转身再次朝着仓库走去 他见那人不见了 他吓一声地推了下门 奇怪的是 刚刚推不开的门 现在居然能打开了 之后小美走进去看了一圈 并没有人 他以为是自己眼花了 那突然能打开的门 也是自己刚刚搞错了吗 这么一想 他倒是有点 对不起那个爬楼梯的同学了 而现在呢 他准备要在同学回来前 则把箱子都搬进仓库中 可是在搬第二个箱子的时候 第一个箱子居然不知被水给搬到 东西洒得满地都是 通常遇到这种情况时 一般人都会把腿就跑 但小美不一样 他要捡东西 可捡东西时 他摸到了一只手 当他抬起头时 又啥都没有 站起来吧 那人就在小美的身后 飘过来 飘过去 觉得突然地出现在小美面前 把他给扑到 带小美再再次抬头时 说次 他看到的是那位男同学 可是他记得刚推到 他那个人是腾熊吗 这是怎么回事呢 小美把这件事对同学讲 同学似乎是明白了 之后他带着小美回到了教室 给他看了他刚看到的东西 那是腾熊的笔记本 上面就画着小美 同学由此猜测 他定是暗恋小美 所以在住院期间 这种思念便化为圣灵 出现在了小美面前 还真是恐怖啊 故事到此结束 这个故事没啥内容 但恐怖气氛还是不错 讲不出来 喜欢恐怖片的建议看看原剧 尤其是钢琴餐故事 不知下一秒会出现什么 很压抑的恐怖气氛 故事三 文书的气味 有的人喜欢品茶 有的人喜欢文书 美宇和小光 就这样秩序相同的好朋友 他们有着所谓的气味空 他们最喜欢的 就是闻各种书本的气味 对他们来讲 文书与品酒一样 年头越久 味道就越做 他们认为气味 是能唤醒记忆的 所以每本书 都有着属于他自己的记忆 两个人每个月聚一次 每次都是互相介绍 小光相好的府 他们来到了一所郊外别处 期间小光的相好 来点嘱咐小光 别处里有个柜子 让他没事 别去那玩 别动那个柜子 小光停后 乖巧答应 但美宇不知道啊 之后美宇在找卧室的时候 他的大力是打开了一道 假装上锁的门 而这间屋子就有个柜子 还是个会自动迎宾的柜子 在柜子门打开的那刻 美宇闻到了一股难闻的抚慰 于是他赶忙关上了门 那个味道让他感觉很是不舒服 不过除了那间房外 其他地方倒是没有什么问题 他们很是享受住室旅行 直到这点早晨 小光起来找美宇的时候 他看到了那间扮演的房门 因为美宇是在耳机的 他没有听到小光的声音 这让小光寻着寻着 便寻到了那间屋子 再到美宇焦急的寻到小光时 人家小光正在陶醉的文书呢 他惊喜的在房间内 找到了一本超级安神气味的书记 显然在这里 他并未闻到什么其他的气味 此刻就连美宇也开始怀疑 自己刚搬进来时 闻的那股气味是不是幻觉 在小光出去后 美宇并没有着急走 他来到柜子前 再次闻了起来 果然什么气味都没有 不过当他转身想走的瞬间 那柜子再次开启了硬币模式 那股熟悉的气味 再次从中飘出 这种情况正常点的 会连忙跑出屋子吧 胆大点的 会抄起家不识 但美宇这个倒霉孩子 他一不赶紧跑 二不找家不识 竟直接走回去 从那个柜子中开始闻了起来 似乎是想找到 那本散发福尔气味的书记 结果还真让他给找到了 那是本乌兹斑斑还烫手的书 美宇手捧着他 想打开 可是似乎打不开 再想起闺蜜的那句 气味是能幻想记忆的 于是美宇挺胸扬鼻 冲着书重重的吸了一下 那股福尔好像是没了 但他似乎听到了别的什么声音 美宇被吓马了腿 再想跑出去却已经完了 门被关上 听到他求救的小光 从门外也打不开 同时屋内的那个人 还在问美宇 有趣吗 话说你倒是回答人家呀 大老远来的 回去的马车票还没着落呢 不过下一瞬间 接着他雷声尖叫 门被打开了 他也被吓尿了 转场之后 他们赶紧把这书给烧了 毕竟鼻子这么好使 要是再闻出点啥 那还火不火来 至于当时他看到的是啥 他也不清楚 因为那本书欢醒的 并不是他的记忆 气味能不能付出某个人的记忆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气味倒是能让人 突然想起某个人 本期到此结束 故事一 看美美的手上 如果他是嫖 那肯定是少美的 他之所以找到了杏子 从他没戒指 冰成要做一辈子的闺蜜 是不是在很早很早以前 就认识杏子 又或者是杏子在小时候 与他做过什么约定 只是自己忘了 还是说就是杏子在无意间 制造出的火灾瘦了 然后人家现在来复仇了 按照日恐剧的套路 一切皆有可能 当然还有可能是杏子 得对了三个人 三个人合伙搞的恶走剧 想给杏子一个教训 故事二 日恐剧老套路的声量 气氛不错 我也挺喜欢文殊气味的 那股印刷的味道 确实挺好闻的 不过编剧居然从中 闻出个恐怖故事 不得不说 这个脑洞还真是挺大的 对了 这里说下 那天下载完这个系列后 我看错了 这个系列更新完了 所以呢 我打算先更新这个系列 因为别的坑流量 实在是太差了 做视频不易啊 流量太差了呢 就不想更 那行 今天先到这吧 下期见吧